除了日本绿党渡边日子 对台湾提出永续能源的建议 还有从美国到台湾落脚 同样关心核电问题的 台湾前环品委员文鲁宾律师 他也指出台湾其实早就存在 一项非常好的技术 马上让台湾的用电减少一半 什么技术呢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是我们台湾的原族民族 台湾的老人懂的技术 我可以给你示范一下吗 再表示一下 这是高技术嘛 关灯 文鲁宾指出 建核四提高用电量 还不如台湾过去的传统美德 节约能源 这非常需要政府带头做 从个人到产业都需要 因为此刻的享受 正在成为后代的债务 我们现在享受 很好的那个冷气 我们现在很舒服 其实我们这个 每一分钟这个享受 就代表我们后代的 好几个小时 好几天 好几年的痛苦 那这个就很需要政府 要出来 要做个典范 除了德国之前宣布 将在2012年全面关闭 境内所有的核电厂 美国也同样已经有一周 放弃核电 文鲁宾还指出 台湾从建筑 交通到产业结构 都需要重新检讨 才能解决台湾用电的根本问题 未来也还会有美国和欧洲团 到台湾声援 台湾的脚步 全世界都在看 新唐人雅的电视 陈辉莫 陈宇平 朱志钦 台湾台北报道 奥台湾台北报道 卾市 北报道 若西由